国庆乡福贵村一处民宅 3月30号发生火警 导致防射毁损 索性屋内人员及时逃出 没有造成伤亡 县长林明珍由议员邱美玲 及社劳处代理处长陆振威陪同 前往慰问受灾户 除了关心生活现况 并自赠县府安迁救助金10万元 县长林明珍表示 火灾发生总是造成极大损害 请大家务必注意防范 提醒大家加强防火以及用电安全 出门前注意电器用品插头与插座有无拔起 家中瓦斯以及电源开关是否关闭 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火灾是真的没有防范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注意防火的安全 像我们要出去 我们的插头就要把它插起来 像在煮饭电锅 要在煮的时候也要把它插起来 才不会发生意外 一般发生火灾 大概都是电线走火的成分比较高 所以我们呼应大家 随时随地都要去关心防范 有可能发生火灾的电源 议员邱美玲指出 日前一个月内同一条巷子发生两次火警 尤其今天慰问的受灾户家中发生火灾时只有长辈 情况非常危急 三楼几乎烧毁 幸好五人伤亡 那么今天我们对这个发生火灾的存永生先生给他一点的卫助 我们特地博了十万块来帮助 我们可以再把这些房子修理好 还可以坚持在一起住 所以我们县正也是了表一点心意 发生火灾 其实灾后的复建工作真的是相当的繁杂 包括是清理所有的杂物 以及要修缮 真的是非常繁杂 那非常的感谢我们县长对于住户的关心 根据调查 住宅引起的火警 大多市电线绕就引起火灾 呼吁大家因谨慎用电 呼吁只使用高耗电电器 并注意隐藏性的用电量 县长也指示涉牢处 积极协助受灾户处理后续善后事宜 并尽力提供相关社会资源 以渡过难关